耶稣不一样他是有主权 他是在应用风跟应用火 耶稣不一样 可是使者是像风跟火一样 是不义 他是被神使用的 可是他说论道子 论道子 这个如果你拜师以来听阿玛的牧师讲道 这一段就讲得很精彩 他说论道子说 论道子却说神啊 他说论道子就是论道耶稣 论道耶稣称他什么 称他就是上帝 他说上帝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 你的国权是正直 你喜爱公义 恨物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所以一定很玄 如果你没有 礼拜四没有来听阿玛的讲道 礼拜来就宝座的意思 很玄的意思 这句话出现了三个礼拜 蛤 这句话会出现三个礼拜 他说前面说论道子 论道子 说神啊 称子为上帝 他说子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 前面讲的是子 后面他讲的说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所以神 这个神是指的是上帝 天父 就是你的神 讲耶稣 你的这个神 这个神是什么 后面他用一个 或者说 用喜乐的有高力 他说这个神啊 他用喜乐有高力 胜过高力的同伴 能够高人的 高有的神是什么 就是胜利的道 所以这个很玄 我们读读不懂 可是唐牧师他很厉害 他能够读成三位 所以他确实也是这个样子 可是这个是要思考 非常精密的思考 你才能够明白 好回头 我今天不讲这个三位一体的道 我今天讲说地位的人 神的地位永远坐在宝座上 天使是什么 天使是在宝座前让人猜死的 风或者是什么 上帝说风来 风就来 上帝说风烧 火烧 在宝座上 死灰在导座上 死灰被止灰的完全不略 他的地位完全不略 所以我们 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那个一章十四点 天使岂不死 都是不一的人 奉差遣为那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益 我要跟 要跟理工人们讲 为什么我要读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 虽然地位上 我们讲地位最高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也不要把圣物说是最高 圣子至高 圣里面 本来他天生存在的时候就 圣物圣子就存在 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变化 也应该没有变化 因为在神里面没有时间 他是神 三位一体的神 次等 次等的是什么 我问迪奥两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天使的地位高 还是人的地位高 天使在我们人世间的时候 是天使地位高 唐牧师曾经讲一个道理 我觉得是天使地位高 为什么 天使也要被叛人世 你知道这个道理 为什么 天使会被叛人世 因为耶稣道景恶心 他变成人 人的地位是在天使之下 你看过吗 诗篇跟我们讲说 我们的地位是地位 天使人暂时小一点点 我怎么讲暂时 因为天使现在在灵界 他可以知道未来 他可以行很多神迹 现在在人世间 天使的地位是比我们高一点 为什么要讲暂时高一点 因为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 这个是记载在哪里 这记载在贺连多前书的六章一到三节 贺连多前书六章一到三节 好 我很快读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对 什么敢在彼此面前求审 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请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会审判最小的事吗 第三点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将来我们要坐在神的宝座上 不是所有的世人都要审判天使 不是 是被拣选被神卷选的人 将来要坐在宝座上 一同审判天使 所以我们暂时在世界上 暂时比天使第一点点 圣经也有西伯来书一章十四节 明显跟我们讲说 天使 岂不都是服役的人吗 奉差遣为那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 效益 效益 什么叫承受救恩 就是我们这些人被拣选的这些人 将来要承受救恩 为我们效益 天使是为我们效益 好 这个是指地位上的问题 天使当然比耶稣的地位要低 因为他是坐在宝座上 天使他是被拆遣被物换 所以当然天使要比神的儿子地位要低 好第三个 耶稣的神性比天使更珍贵 我请播命的 十到十四节 就是说 主啊 你启示这个地的分析 天使是你所所高的 天地都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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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要成全 天地都要在地上见见救恩 你要将天地据起来 像你这种坏衣 天地最后感变了 所有你的套路 你的明确没有情境 所有的天使 神走哪对你的回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所有的习乎所敌 过你的脚背 天使是你所敌吗 奉参者 为那将要承受作用的效益吗 好这一段是在讲 上帝创造整个世界的过程 他说 主啊 你起出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所所造 天地都要灭魔 你却要长寿 天地都要向衣服渐渐救来 你要将天地据起来 像一天外野 天地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远不变 这个很奇妙 我今天早上大概 地中里面有来 上职人族群 你跟那个独献章 他讲说 因为有讲说 我们地球被闲在空中 圣经有讲 这也跟我们讲说 我们这个宇宙像一件衣服 你看宇宙像一件衣服 这里就可以 你去看那个银河星像不像一件衣服 整个银河星就一件旧 将来大王末世 整个银河界 那么大的银河界 像一件衣服被丢掉 那个整个银河系 整个世界像一件衣服 你看这么早 圣经就很奇妙 这个世界宇宙那么大 像什么 简单跟你讲 像一件衣服 将来这个世界 像一件衣服 将来一样被丢掉 可是怎么样 可是神永远被丢掉 他在讲到这个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他讲的不单单是只有 我们看照做只有空间 就这么大 蚂蚁那么小 哇 这里有一个太阳系 那里有一个太阳系 太阳系有一个银河系 外面也有好几个银河系 啊 这些 都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空间的因素 一个是时间的因素 神是没有时间的 神在永远 神没有起点 神没有起点 可是我们都活在时间里 我们活在时间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慢慢老 慢慢变壮 慢慢死掉 人生就是无关 可是神是永远 神祂创造整个世界 祂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天使有像神部分一样的方式 天使也可以行神祂 你看今天早上 那个义女在讲说 那个堪蒙啊 那个星都存在 魔鬼无所不在 魔鬼很厉害 就是他能够视透人心 我不是说完全 他也能够了解 上帝是无所不知 可是魔鬼是自大 人某些不如 某一些人也需要 某一些人 如果你一直信这个 这个林末良 他本来是一个 福建神的一个小姑娘 我把他当神来拜 魔鬼就进到你 而让你去拜 行神祂给你看 魔鬼是很厉害 他可以利用人的路 弄神装鬼 我们现在 我高中的同学 现在常在 我们用那个LINE 在往路上 我们也好几个通教 道教 俄教 基督教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比如说他家里有一个 因为他是住那个民宿的 结果有一个人 像琉璃一样 又死在他的房间里 他悟伏他怎么办 是不是要请人来超度啊 不超度啊会怎么样 我就直接跟他讲 我们不相信人死后 灵魂那些世界 会在世间到处流行 佛教的就跑出来 孙牧师 你讲这个理论 你不要张扛啊 我说我讲的我不真 我不是我讲 这是圣经跟我讲的 所以他们因为不知道 狂恐 哇 一个人死在我的房间里头 我怎么办 我没有帮他超度 他灵魂将来找我 他因为相信这个理 所以魔鬼就进到他里面 做怪 让他真的相信 而且他确实会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事实上都没有这些关系 我们如果知道神的知识 你会谈 明白 所以魔鬼他有部分的神性 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魔鬼都是部分 知道这些 知道这些 圣经语言说将来什么 将来魔鬼会被耶稣踩到脚下 为什么 因为魔鬼作乱 魔鬼怎么讲 魔鬼他 他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重心里上 他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我要在北方的极柱 我要升到极高之柱 我要以至高者同感 他说我要以至高者 魔鬼就是这样 他的心 上帝给他很大的权柄 权柄让他可以行神迹 可以知道未来 可以知道 可是他就是 加法他说我要升到 我说唐宗仁公司说 为什么魔鬼要跟耶稣争夺 因为耶稣 道成就是变成人 人在天使底下 你是人 你叫我敬拜你 可能吗 但是说这个是在一本书 我忘记那个书 虽然是一个歌曲 可是确实把真理把出来 天使看到耶稣道成就是 你是一个人 你怎么跟我比地位 所以我一定要你来拜我 不是我拜你 所以耶稣后来就是被魔鬼 整死了 圣经就这样一言 将来耶稣要伤他的头 魔鬼要伤他的脚跟 有没有 就是在创始集第三章 十五九一 将来魔鬼要把耶稣整死 因为他是人 魔鬼比人更高 魔鬼要整人是亲和一己 结果耶稣真的被魔鬼弄死了 结果耶稣从死以后 很奇妙 从死以后 就整个改官 改变 他就成为 让魔鬼知道 我不是一个平常的人 我是神三个一体的神 神的儿子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地翁的面 你回家看了这一段 就是在讲究一些 关于魔鬼跟耶稣互相斗的经文 将来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 我们跟耶稣一起地因十字架 我们将来父母地位会完全不一样 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一段经文就引了114篇 所以将来魔鬼要让耶稣踩到脚架 我再读一次 又说主啊 你起出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所所造的 天地都要面貌你却要藏着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远不变 你的连数没有穷尽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这在讲耶稣 上帝跟耶稣讲 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底做你的脚架 上帝跟耶稣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我把那一个不听话的天使 就是那种魔鬼 自己说要以上帝同等 我把他抓来 拆到脚架给你看 圣经就在讲 十篇110篇 这一天的预演 预演将来的结局 弟兄弟们 回记有话 我们就看一看 就是在描写 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堂告 天父我们也要感谢 你爱我们 无大使都属灵的 暴密都跟我们一起 让我们可以 因为有属神的这些知识 我们可以勇敢的 在世上过活 能够平安 求主为保守 让我们能够把这些知识 能够传业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朋友 让他们活在世上 有平安 不必被魔鬼捉弄 不必过战兢的人生 我们求主保守 切行恩主 我们会让我们请求祷告到 奉靠耶稣基督的上帝 阿们